早上好 我也准备出发了 走 早上好 你好 记忆中的夏天 阳光 自在 黄昏 因为我特别喜欢黄昏这个时段 那个时候也比较凉快 然后也比较自在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饭后很惬意 散步的那种感觉 很喜欢那种氛围感 你会有紧张 跟待会儿就是去跟他们相处 有一个紧张吗 倒不是说紧张吧 也不是紧张 可能是有一点 生疏 或者是有那种陌生人刚见面的那种 尴尬感 可能会有 因为我有一点点舍空 其实 我就顺其自然 我觉得尴尬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美 正常反应吧 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开心和大家 有什么好吃的 可以带一点 我不太会挑零食 辣条 我不知道他们的口味 泡面应该不用拿吧 应该不缺我觉得 喝的 差不多了 应该 有水枪吗 有吧 水枪可能数量没那么多 还有 有撕水枪吗 有 这种是单张管的 这种是三张管的 哪个打的哪个比较厉害 这两个 这这些吧 这四个吧 这四个吧 我也挺幼稚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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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的全是水枪吗 对 有水枪 然后有零食什么 你们有零食 你们有带箱子吗 哈喽 哈喽 你们有带箱子吗 有带有带 我现在去拿 好好好 现在去拿 哈喽 哈喽 这个放哪里 你不是要先跟人家聊一下 你房间的状况吗 你带换洗的衣服带一套 有带 然后一会儿那个 我们去玩那个 越野车 好 多久 我好贵 快 这么晚残忍的吗 刚开始就开始了 你要把那个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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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递着他们吗 好 来来 转过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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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宋飞龙 你是 一几年的呀 我啊 九九年的 哇 是这里最小的 对 提问 嗯 网络上有你很多标签 照片 一个 宋 同事 奉享 成为 提天大圣的来人 是真的吗 啊 这问题太尴尬了吗 啊 但是觉得特别厉害 就想做宋悟空那样的人 九五五 很喜欢 很喜欢 就很喜欢宋悟空嘛 对 谢谢 恭喜宋悟空 谢谢你成功 谢谢 大家别忘记 接下来要去 一个野车一天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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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但是我敢做 我们今天这个还想玩 今天这个是玩越野车